虽然电子、造车以及电视司机都被视为高风险群体 但是国内却有93%的司机没有购买保险 人力资源部部长古拉对此呼吁司机们 从明年开始必须缴付社会保险 以便在发生意外时享有社会保险的保障 古拉今天在国会主持国家劳工顾问理事会会议之后 这么表示 他说很多电子造车和低时司机的妻子都向他哭诉 这样不没有保险保障 担心未来万一发生了意外 一家资助倒下之后就断了生计 根据人力资源部的数据 国内有10万名电子造车和低时司机 但是只有7000人缴付社会保险 所以呢 会示失敌 我们需要您的儿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